凌晨近三點起火的商駐大樓 火勢猛烈,黑煙籠罩整座樓 有人夫叫求救,消防不斷射水 期間傳出爆炸聲 有碎片掉下來打中消防員 窗戶冒出火蝕 消防出動雲梯救人,多人吸入濃煙 部分人摸黑濤身的時候撞傷 或者在剃監雲梯,由擔架送丸 有人就等了整晚都聯絡不到住在大樓的親友 高雄嚴程區,城中城大樓 高零約四十年,高十二層 低層商場,電影院已經廢棄 七至十一樓就鑑成多間套房 登記了約一百二十住戶 多數是獨居,失智或行動不便的長者 一樓二手電器店最先起火和傳出多下爆炸 火勢迅速蔓延整棟樓 有目擊者說起火前見到有人吵架,扔煙頭 調查不排除涉及人為 閉路電視畫面顯示,起火前約二十秒 一個男人經過一樓 另一個畫面就顯示,現場閃了一下火光 沒多久就陷入火海 大火燒了超過四個小時,到早上約七點夠熄 消防持續射水降溫及救人,情況許可下逐戶搜查 城中城大樓昔日是區內最繁榮傷下 九九年都試過火觸二十幾人傷 除了傷圈轉移,大樓已經年久失收 最近一次安全檢查是星期二,因為大樓沒有管理委員會 一樓有欄杆阻止消防人員上樓,當局只可以貼公告通知改善 有線電視記者,國斯瓦報道